金記冰室原本是鮮基灣一間大牌檔 在2012年時因為加租被迫結業 屬客徐文偉於是做白武士 接手冰室繼續經營 金記至今已有53年歷史 但歷史之下和其他同行一樣受重重 如果從生意角度看 都跌了六七成生意 總體都嚴重 旅遊區、銅鑼灣、尖他序、王國 都比較嚴重 跌得最大可能有七、八成、八、九成 這個影響很大 因為今次疫情有分一、二、兩個階段 還有剛剛第一個階段 在農曆年後 農曆年超三、初四發生 到初三我還記得生意很穩定 到初四有一個斷崖式下跌 一跌下來低位便徘徊 作為香港餐飲業界六大商會之一 杜苗學會主席的Ray 亦都認為今次疫情比沙士更加厲害 按2003年的數字看 2003年當時 我們的飲食有大約一萬一千個牌照 經歷了沙士之後 到2004年 第一季看回我們的飲食牌照 倒退到九千多 即大約結業了十五% 如果按現在二萬八千個牌照去計算 倒退十五% 有二千八個牌照去結業 面對逆境 金記也唯有變陣應對 我自己做了很多外賣 但外賣又給了一些優惠的客人 希望跟香港市民同舟共濟 因應的法例 我們做了很多間隔板 可以看1.5米的距離 以及一些透明膠鏈 保護客人 令他們在社交接觸面減低 希望可以令客人吃得放心 我們又可以保持生意 但無論怎樣困難 他都堅持一件事 我想整個生存中 整個業界 都現在一定是自己人民包 當得當 借得借去頂著生意 減薪裁員完全沒有做 我們都明白到 其實每個僱員後面都有個家庭 而他們都需要經濟支持 在現在失業或者減薪 都令到他們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能夠做到多少就盡量做 希望大家可以走得過這一關 起碼大體的員工都可以保持到生活 又有一份工作 這是首要的目標 要先守住這條線